嗨 大家好 歡迎來到GraceDive 今天我們要來使用彈力帶 來雕塑全身的肌肉 並且做一些心肺運動 待會我們先從暖身動作開始 最後伸展操結束 你們準備好了嗎 我們一起開始吧 OK 讓我們先從暖身動作開始 讓我們一起雙手向上深呼吸 吐氣呼 身體稍微甩一甩 準備好 我們今天要一起做運動 OK 我們再一次深呼吸 右手拉著你的左手手腕 下半身盡量不要動 上半身開始使用你的核心 側彎呼 吐氣 深呼吸放下 換另外一邊 Alright 再來呢 跟著我舉轉身 右腳向後踩一步 然後呢 我要你做 封箭步蹲 然後呢 右手舉起 深呼吸 跟剛剛一樣 向側彎 下半身盡量不要動 OK 然後再一次深呼吸 側彎 然後呢 我要你站起來 膝蓋提起 向後踩 蹲 然後呢 提起 因為我需要稍微 中間停頓一下 完全OK 然後呢 再來呢 我要你再加上一個 深呼吸 彎腰回來 再來 膝蓋舉起的時候畫一個圈 OK 所以向後踩 深呼吸 吐氣 回中間 提起 畫一個圈 最後一次 非常好 換另外一邊 我轉身好了 所以換著左腳 向後踩 蹲 左手舉高 側彎 回中間 膝蓋提起來 蹲 舉高 彎 提吸 加上我們要做一點畫圈的動作 膝蓋畫圈 膝蓋起來 畫一個圈 鑽關節打開 向後踩 下盤盡量穩 開始 在做這個動作的時候呢 你的核心是開始 FIRE起來的 OK 所以呢 我們常常會覺得說 我們一定要做很多揚握起座 捲屑動作才是訓練核心肌肉 但是其實這種BALANCE的動作 也會非常需要使用到我們的核心 OK 再來我們跟著我一起做深蹲 還不用蹲太低沒關係 我們畢竟還是在做暖身運動 OK 我們再做4 3 2 1 我們加上踮腳 OK 屁股向後座 挺胸 最後4 3 2 1 蹲 停著 然後呢 向前 感覺好像是硬舉一樣 慢慢把上半身挺起來 蹲 重心向前 站起來 蹲 重心向前 站起來 OK 你在站起來的時候呢 感覺好像是從你的腳跟開始用力 然後小腿後方 大腿後方一起用力 然後把身體給提起來 最後一次 OK 然後蹲 停著 往裡向右踏步 向左踏步 向右踏步 向左踏步 速度可不可以加快 好 8 7 6 5 4 3 2 1 站起來 OK 最後一個暖身動作我最喜歡的 手放下 向前走 平板支撐 身體慢慢放下 背弓 身體提 推 提起來 推起來 呼 我們再做兩次 身體慢慢放下 呼 最後一次 好 非常好 我們暖身動作做到這邊 拿起你的彈力帶 我們來做今天的主要運動部分 OK 拿起你的彈力帶 把它放在你的膝蓋上方 OK 大家換用每個動作做30秒鐘 休息15秒鐘 我們總共有4組的運動 每組我們要重複 兩次 跟著我一起準備 深蹲 踏步 踏步 OK 屁股盡量向下 蹲低 不要越走身體就越高 我要你身體 維持在同樣一個水平 OK 然後呢 你如果有聽到 一個打呼的聲音 那不是我 也不是我家老公 是我家的狗 牠在前面 睡得非常開心 牠平時呢 都會喜歡在我旁邊 運動的時候 在我旁邊 陪我 OK 休息一下 Alright 彈力帶 繼續抱在膝蓋上方 我們今天每一組運動 彈力帶都會在同樣一個位置 所以不用擔心會手忙腳亂 Alright 全部鎖腳 不動 右腳跟著 膝蓋起來 放前面 膝蓋起來 放右面 後面 速度能不能加快 加上一點手臂的擺動 增加心會運動的效果 這隻腳很酸 不動 不動 這隻腳 極度的燃燒 5 4 3 2 1 休息 Oh my gosh 稍微給我拍一下 酸 轉身 很酸的這隻腳 我們要讓它繼續酸 另外一隻腳放在後方 大部分的重量在前腳 你如果需要 扶著牆壁 跟著我一起 蹲 舉腳 蹲 舉腳 呼 呼 所以基本上前面這隻腳 是施力 70% 後面這隻腳大概30% 今天我所使用的彈力蓋 對我來講非常有挑戰性 OK 休息 最能好的腳已經超級無敵痠 待會要訓練上半身的時候 I don't know 有點小小的緊張 OK 最後一個 這組最後一個動作 我讓大家稍稍喘一下 所以蹲 向右踩 向左踩 跳的時候兩腳打開 再一次 開 OK 嗚 開 這個動作很累 有點像是小心心跳 但是加上一點阻力 好 好 好 休息 OK 我們第一組就是這四個動作 我們再做一次 但是呢 我有長一點的休息時間 待會鬧點想 還會有15秒鐘 非常的需要這15秒鐘 畢竟我已經好久好久 沒有錄在家運動影片 因為剛生小孩 所以現在體難道不如天 OK 動作準備 深蹲 踏步 預備 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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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可以可以加上一點點 手臂的擺動 每次加上一點手臂的動作 稍微小小的 但是呢 增加心跳運動的效果 呼 我那時候懷孕在做運動的時候 就是越來越不能跳啊 什麼的 就是要利用這種小技巧 來增加心跳速度 喘喘喘的感覺 呼 休息 OK 回到剛剛單腳站立 另外這腳 前後 脖刺 換成右腳痠 OK 呼 喘 預備 開始 前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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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便跟大家說 我現在所使用的彈力帶 是在一個叫做健諾克的運動 廠商提供的 乳丹就有興趣 再去他們網站逛一逛 然後用我的折頭碼 以九折價錢 買一下他們的運動器材 呼 OK 呼 隨便 換另外一邊 一樣 右腳在前 左腳在後 大部分的重心 在前腳 需要的話 扶著牆壁 蹲 舉腳 蹲 舉腳 挺胸 你如果感覺身體有點搖晃的話呢 不要逞強 你可以把速度放慢 我寧可你動作作對 做得穩 做得安全 也不要你馬虎的去做 然後呢跟著我的速度 OK 這組剩下 剛剛那個 深蹲 小心心跳 那個讓大家很喘的動作 這次左腳先向外 預備 蹲 向外 向外 呼 咻 呼 蹦 蹦 呀 加上一點點 自己的配樂嗎 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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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要十秒鐘 呼 呼 四秒鐘 呼 呼 休息 二 三十秒鐘休息 把彈力帶 拿起來 呼 呼 然後呢 這次我們要把彈力帶 放在你的手掌心裡面 OK 我們來做地板動作 首先呢 我們要做的是 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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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膩膩帶維持一個緊度 你如果需要的話可以放在手腕 我覺得好像手腕比較順 你如果跟我像剛剛上了小孩 先吐氣 再做 吐氣 再做 OK 因為呢 我剛剛上了小孩的腹肌這邊的肌肉 比較弱一點點 所以你要保護好它 先吐氣 讓你核心全部都用力 再做腹肌挺身 OK 這個動作呢 我要你 手臂貼緊身體 然後 拉起來 手臂三頭肌 腹肌挺身 換邊 拉起來 糖力帶拉起來的時候身體 不要向側邊打開 身體幾乎沒有在動 平行於地面 一樣你如果是剛上了小孩 先吐氣 再做動作 好 好 OK 接下來 先跪了 然後待會呢 有點像是 硬舉的那種感覺 屁股用力 把身體提起來 向左右兩側 用力打開 然後蹲下來 你可以發現 你可以發現我這個 彈力帶幾乎沒有動 你這個彈力帶 對我來講 是很有困難度的 所以呢 沒有辦法拉太開 但是你如果可以的話 要不要 盡量拉開一點 OK 最後的動作會讓大家稍稍有點喘 彈力帶放在手肘 是手肘嗎 手腕 一樣 維持緊度 然後我們要做 跳腳收回 所以呢 腳收回 手放下來 盡量維持彈力帶的緊度 你如果不想跳的話就踏步 踏步 然後站起來 10秒鐘 好 怎麼那麼累 OK 再休息 長一點的時間 這次呢 我翻身面跳這邊 不同的風景 不同的心情 就會覺得時間過得比較快 回到剛剛 腹地挺身 彈力帶你可以放在你的手 晚 是嗎 OK 然後你自己選擇 你要膝蓋離地 還是膝蓋放地 跟著我一起 來 我先吐氣 核心確定緊縮 用力了以後 再做動作 然後呢 放在你的手掌中間 我們要做剛剛的三頭肌 腹地挺身 加上滑船動作 OK 一樣的請你 一樣照顧好你的腹肌那邊的肌肉 給水 三頭肌 記得喔 在滑船的時候 請你不要這樣子把身體打開 我要你穩穩的 這就是為什麼你一定要配合呼吸 好 好 休息 Oh My Gosh 呼 再來呢 回到剛剛提臀 我這是做側邊的好了 預備 先把我向下 屁股力氣起來 手向兩側延伸用力 Oh My Gosh 肩膀不要靠近耳朵 放鬆放下 好 來 接下來最後一個動作 平板支撐 縮腿跳 彈力蓋放在手 腕 上 動作準備 平板支撐 跳 起來 手放下 手放下就記得喔 稍微把你彈力蓋朝左右 拉開一點點 休息 累 我頭懶了兩秒鐘 不要告訴大家 欸 你們已經知道了 好了 下一組的運動 然後 仍然 要掉出上半身肌肉 所以彈力蓋 拿在手中 OK 這動作有點累 特別是剛剛手臂已經超累了 OK 手舉起來 我們先做右邊 向下 一樣先吐氣 然後手再用力 OK 我不要擬腰背 所以不要這樣子做 也不要屁股這樣子 我要你脊椎維持一個很自然 你身體原本的S曲線 膝蓋稍微還是有點彈力的 不要卡死 OK Alright 彈力蓋放在右腳 腳下 然後呢 另外一隻腳在後方 腳跟腳尖放地 OK 因為待會我們要稍微膝蓋離地 右手 拉著你的彈力帶 預備 這Hand roll 放下 膝蓋起來 再下 挺胸 動作小小的 然後前面那隻腳 大腿內側也要稍微用力 免得你在拉的時候 腿向外側打開 你的膝蓋都要在你的腳跟正上方 Alright 休息 繼續讓彈力帶放在同一隻腳下 這樣子整 手換邊 OK 後面這隻腳稍微向前縮一點點 我們要做硬舉的動作 再加上 向後踩弓箭步 OK 所以呢 單腳 硬舉 向後踩 然後呢 拉 回來 硬舉 向後拉的時候呢 掌心朝上 前面這隻腳有沒有很痠 好快 好快 休息 OK 喝 再來呢 我們要讓大家稍稍喘喘一下 放在你的手掌中間 右腳再後 我們要做 1 2 3 換邊 1 2 3 膝蓋能不能碰到彈力帶 3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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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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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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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來 先吐氣再向下拉 注意一下你的背 不要凹背 也不要把你的胸部向上挺 在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全身核心都要使用到 膝蓋也要有一點點彈性 所以不是說你在做手臂動作 然後其他肌肉就可以放鬆 其他肌肉也要利用機會來做訓練 OK 現在踩在左腳 後腳膝蓋彎曲 腳尖放地 OK 所以 Hammer Crow 膝蓋起來 放下 小小的動作 可是呢 要起來那一剎那 也是真的需要全身肌肉的engagement 呼 而且還需要平衡感 你如果想要再像墊個毛巾墊個魚架墊 可能會比較不會那麼硬 OK 休息 Alright 換手拿著彈力帶 然後呢 右腳 收回一點點在後方 預備 對 硬舉的部分 硬舉 下個彩 嗚 前面一隻腳 屁股的肌肉 很痠 休息 剩下最後一個喘的動作 現在我換另外一邊 變向另外一邊 換個角度 換個心情 開始 一二三 換邊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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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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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這支影片 是我生完小孩以後 第二次錄影 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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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大家覺得 呼 呼 感覺如何 好 Alright 長一點的休息時間 呼 下一組運動 我們要再一次來訓練下半身肌肉 最難紅把彈帶 再一次的放在膝蓋上放 OK 這一組會稍微比較喘一點點 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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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動作準備 呼 所以我要你 蹲 蹲 面向前方 轉身 面向前方 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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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轉同一邊 三個人再換另外一邊 膝蓋不要向內喔 我知道你現在腿有點累了 所以很可能就 力氣不夠 膝蓋就會向內凹 你如果發現這個情形產生 那你可以換輕一點的彈力帶 或者是 不要用彈力帶 OK 呼 地板動作 手在肩膀正下方 膝蓋 在臀部關節正下方 腳尖放地 膝蓋起來 打開 合起來 放下 一樣 要結合呼吸 所以呢 吐氣 膝蓋起來 下外 然後再放下 先吐氣 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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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累 OK 下個動作 兩個選擇 膝蓋碰地 膝蓋離地 我覺得呢 呼 我需要膝蓋碰地 OK 所以膝蓋碰地 右手放下 左手放下 右手起來 左手起來 腳碰地 舉腳 舉腳 或是你也可以直接挑戰自己 膝蓋不要放下 然後再舉腳 舉腳 呼 呼 挑戰自己一下好了 我剛剛想說我應該快不行了 呼 但是 也許可以再多做幾個 呼 呼 OK 休息 呼 Alright 側邊的 平板支撐 下面是腳膝蓋彎曲 呼 然後呢 超腹血肌 撐起來 舉高 放前方 放右方 前面 後面 前面 後面 你如果撐不住的話 也可以把屁股放下來 因為在做這個動作 加上的彈力帶 上面這隻腳 仍然是需要 非常的 用力 但是你如果想要訓練核心的話 屁股撐起來 現在 我剛剛 試彈動作 純粹就是我 休息的藉口 因為我自己好累喔 Oh man OK 差點的休息時間 跟著我一起 慢慢 站起來 OK 要15秒鐘休息 這次的伸伸跳 全部向左 回來 向左 回來 快結束了 撐著點 撐著點 如果沒有挑戰性的運動 待會做完運動 就不會有成就感 所以呢 現在有點點不舒服 沒有關係 待會運動完 就會很有自信 很有成就感 那種成就感的舒服度 保證會比你現在的不舒服 不舒服 還好很多 只會越來越沒道理 好像 越說越沒有道理 語無倫次了 休息 Oh boy Oh boy OK 調整一下呼吸 膝蓋彎曲 地板動作 記得 手腕 肩膀 肩膀 這次我們挑戰一下 下起來 相關兩次 再放下 再三次 一 二 三 再放下 四次 一 二 三 四 再放下 這次五下 一 二 三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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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h boy Oh boy 累累累 OK 提 舉腳動作 OK 我真的需要休息一下 做錯了 哎 嘿嘿嘿 身體放下的時候 看能不能夠 盡量不要左右搖擺 利用你核心的力氣 維持 上半身盡量 平行地面 是不是感覺困難度增加許多 噢 噢 OK 轉身 側邊 我待會會不會需要偷懶 把屁股放下 放在地上呢 Yes I think so OK 沒關係 前 點 後 點 前 點 後 點 讓你的腦筋到一個快樂的地方 想像著海邊 還有那 沙灘 海浪 有一種 解憂和的感覺 有沒有想說 幫助大家分心 不要集中注意力在很累的腳上 又自己都受不了 OK very good 休息休息 我們的主要運動部分結束 但是請你不要現在就離開我 把彈一段 給 拉掉 我們來做伸展槽的部分 呼 我們先站起來 有點喘 喘的時候有點馬上坐下 OK 我們先左右踏步 OK深呼吸 再次深呼吸 再次深呼吸 然後呢手向下 有點酷胸的感覺 再次深呼吸 酷胸的感覺 回到剛剛一剛開始 深呼吸 右手拉住 左手手腕 側彎 回中間 回中間 換邊 側彎 回中間 OK 左手跟往前方 稍微拉一下 可以踏步 往外邊 往外邊 再來呢跟著我一起深呼吸 吐氣 身體向前 向前走 然後屁股放下 上半身伸起來 看看你的右邊 看看你的左邊 手 身體放下 然後腳尖放地 身體撐起 直接進入下犬式 然後稍微踩一下 看能不能夠輪流 延長後面的肌肉 OK 膝蓋放下 屁股向後座 手向前 先不要全部放鬆 所以屁股還是屬於比較高的 你有沒有覺得你的背肌被延展開來 OK 手慢慢的收回來 OK 我面向大家 但是你不用動沒關係 直接跪著 腳放前方 然後打開 然後向下 剛剛我們的腿 剛剛我們的腿 使用超多的 所以呢 讓你的大腿內側 休息一下 看著天花板 慢慢起來 換另外一邊 所以先放前方 打開 手向下 慢慢地站起來 然後呢 站起來 找一面牆 然後呢 這個動作有點搞笑 但是找一面牆 讓你的右 右 右臀 我會動 右臀 黏著牆壁 然後呢 腳稍微離開牆壁 腳尖朝外 OK 然後 手 貼著牆壁 所以全部黏在牆壁的點 只有你的肩膀 跟大概是你的屁股的側方而已 然後讓你打開 在做這個旋轉動作的時候呢 比較不是你的手臂在動 而是你的胸腔 這樣子打開 旋轉 有沒有很舒服的感覺 甚至你可以把你的手掌向後轉 又是不一樣的感覺 然後合起來 OK 換另外一邊 所以呢 先離牆壁有一點距離 大概是兩隻腳合併的距離 然後呢 屁股 側方 腳尖朝外轉 然後打開 我會碰到 我會碰到 我會碰到我的鏡子 我來這邊好了 這就是在家運動的好處 利用各種不同的角落 來看哪邊做運動最適合 OK 合起來 最後一個動作 蹲 深呼吸 看天花板 吐氣 向前 全身放鬆 然後慢慢的 鼻椎一個關節 一個關節的 慢慢的捲 起來 來 恭喜你完成今天這套 利用彈力帶做運動的 讚 全身肌肉雕塑 心肺運動 希望你們喜歡 如果你們完成今天這套運動 或者是你喜歡今天這套運動的話 一定要在留言地方跟我說 並且跟你的親朋好友分享 那我們下個禮拜再見囉 掰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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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以 我們下次見 可以 我們下次見 不要